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自從上兩個星期開始 大陸有好幾家地方國企的信用債 就出現了違約的情況 包括了有永城煤電 紫光集團和華晨汽車等等 本來我也打算說 只不過由於美國的選後爭議太激烈 變了沒有機會 誰不知去到昨天又有消息傳出 說永城煤電的兩隻短期債 又再出現違約的情況 被某些大陸媒體形容為 兩週之內爆雷兩次 究竟這些地方國企是發生什麼事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原來永城煤電有兩隻短期債 本來在11月23日的時候到期 分別是210日和270日的短期債券 總值只是10億人民幣 對於一家地方國企來說 就算是綽綽有餘 只不過永城煤電說 沒辦法償付得到這兩檔債券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由於武肺大流行的疫情所造成的流動性問題 對於業務構成了壓力 以及近期的動蕩因素使然 這家似乎真的不太穩健 在今年較早的時份 大陸的信用評級機構 忠誠信國際 給予了這家永城煤電 3A的最高評級 直到兩個星期前 永煤出現了第一隻 違約債券 於是評級才從3A 降到垃圾債券級的BB級 到底 這些評級可不可信呢 如果每次都要等到爆雷後 才懂得調低信用級別 阿謀也懂得評 市場人士就開始 將目光投放到這家永城煤電的母公司 河南能源那處 因為這家河南能源 持有了大量的永煤債券 而且也是河南省最大的國有企業之一 會不會 這次造成了一個骨牌效應 牽一發動全身 連這個河南能源都受到牽連 暫時當然是未知之數 但是根據惠譽的統計數據顯示 在今年的頭十個月 只有五家的中國國有企業 是出現違約情況 其實近年中國違約情況 大概都是維持在這個水平 但是 只是說11月這兩個星期 就已經出現了 幾次違約情況 接近全年總和 永煤 紫光 華臣 現在又再爆多了 所以難怪在早兩天前 財新網有一篇報導 就以信用債塔坊來形容這次的危機 只不過 現在我想再做功課的時候 那篇文章就已經被下架了 看不回 其實那篇文章寫得很好 因為他們揭露了 這幾隻違約債券背後是否疑似 牽涉到一些 逃費債的情況 或者是叫做惡意資產轉讓的情況 寫得巨勢無遺 可能正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寫得太過詳細了 所以就被下架了 至於負責財金的中國最高層官員 副總理劉鶴 都有就著這些違約事件發聲 他就警告那些企業 對於金融交易的不良措手是零容忍的 包括那些誤導性披露 逃費債行為 還有惡意轉移資產的情況 因什麼解救 連劉鶴都要出來說話 事關 目前中國的債券市場 總值就接近4兆美元 有超過一半都是中國的國企債 在永媒宣布債務違約 一個星期以後 最少有20家國企 被拿 叫他們暫緩 發新債 那裏的份額 大約150億美元 這個原因是 基於近期市況的動盪 劉鶴就說到要打擊逃費債的現象 究竟什麼是逃費債 其實就是 有履行償還債務的能力 而沒有盡力去履行這個行為 就叫做逃費債 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積極逃避履行債務 這一種就叫做惡意的逃費債 另一種就放屁 消極不作為 那究竟現在出現違約的 這幾家地方國企 有沒有牽涉到所謂逃費債的現象 其實市場 也有人在質疑 大陸的投資者也有質疑 比如說華晨汽車 他們就被大陸的網民質疑 在這個發生違約之前 轉讓了那些優質的合資汽車股權 給一家空殼公司 在發生違約之後 就惡意的質疑成餘的股權 那究竟這一個是否屬實呢 當然要大陸的當局去調查一下 但是大家聽到那些新聞都說 就算他們破產也好 都不影響那個合資品牌 即是華晨保馬和華晨雷諾 是不是事前已經是做定了一些功夫呢 好了另一家就是永成梅電 他們就被人質疑 為什麼會在發生違約之前 出現了那些資產無償劃轉的事呢 例如的就是 他們所持有的部分中原銀行的股權就被劃出了 市場就認為 這些是屬於優質資產 起碼這家中原銀行 就是在香港上市的 所以就被那些網民質疑 這些是不是逃費債呢 其實這些現象就會使得大陸的投資者 那種的信仰 出現了崩潰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都認為 這些地方的國有企業 應當是會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援 不是這樣的 至少就不會落得如斯田地 搞到有債務違約 有些甚至乎是破產 尤其是紫光是做這個半導體的 現在大陸在說 要提倡這個半導體的行業發展 現在竟然之間又說出事的時候 其實就會很影響到投資者的信心 原來這些地方國企出事的時候 是沒有人打救的 這樣 破壞的信心就容易 重建就艱難 所以 要重建投資者的信心 看怕都要好一段時間 除了剛才說到的債務違約情況之外 原來大陸還有一家商業銀行 撿了一盒 名字叫包商銀行 包商銀行就是屬於大陸最大的地方性商業銀行 已經進入破產的程序 也是中共建政以來 第一家倒閉的商業銀行 舊架細糖 可以在歷史上留名 這家銀行為何會倒閉呢 央行的報告就說 他們已經是嚴重地支不抵債 有關的部門正對相關人員進行問責 問責就沒用 到底他們所拖欠的債務又如何呢 原來他們就發佈了一份叫做減記公告 就說包商銀行打算在11月13日 對於已經發行的65億元人民幣 2015包行二級債的本金 實施全額減記 對於任何上美支付的累積 應付利息也不再支付 什麼叫減記呢 即是說不還錢 說得通俗一點 即是走數 現在被他寫到 那麼中性 那麼文雅 什麼減記 給你減記那些投資者 不方不減記 變了全部割韭菜 65億 就此打水漂 這些事件其實都反映到 大陸就是很明顯缺水 本來的債券 就是要支付利息 但是一到還本金的時候 似乎就出現問題 當然 其實大陸那些金融機構 玩財技就真的有一手 長期他們都不爆 為什麼呢 因為差不多到期的時候 他們又發新債 總之新債蓋舊債 那個利息是給得起 其實就搞定了 總之一路發下去 好立法到現在 似乎有些金融機構 都搞不定了 要債務違約 有些甚至乎是要破產 當然就是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 不是啊 不用留學出來 要穩定大局 說一些話 大陸經常就很想撇拔香港 搞個屬於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出來的 為什麼經常搞不成呢 法制問題當然是其中一個問題 但是 你看到大陸這樣的金融狀況 究竟搞不搞得起呢 是不是 當然你說那些債務違約 其實我的看法就不是什麼新鮮東西 清朝開始就已經有了 那時候特朗普就要追回那些清朝的鐵路債券 那時候就開始已經違約了 給到差不多的 利息又不給 本金又不還 全部就泡湯 所以 這樣的信用基礎下 要搞得成一個屬於 第一國際的金融中心 看法都很艱難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